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刊称是卷四两动画最甜与最然的一部分剧情 而在此之后 虚佳又故意留住竞选 表面上看似想要保达对方 实际上不过也只是为了知道这位上仙 到底从何而来 虽然此时众人已经相安无事 但肖季与图利身中剧毒 唯有登岛 才有草药救治 这里图利为了救肖季 把辛辛苦苦换回来的令牌又给交了回去 在竞选的眼里 他这是自身难保 也要救助别人 徐尹虽然被迫答应了让肖季登岛这件事 但手下的刁蛮 则只让肖季一人登岛 此时的他中毒一身 根本不可能入岛 丽阳也就只好自己一人扶起肖季 这里竞选自然是看不下去了 也可以认为他不想让图利与肖季有过多接触 直接一手抱一个 飞到了船上面 可以说是难有力 Max 图利现在虽然不知道竞选的真实身份 但他却不抵触对方 我觉得这应该是来自身体上的选择 让他对竞选有一种熟悉感 如今竞选已经在众人面前露面 被带去一同审问 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关于他们在岛上搜寻到的一个图纸 上面原本画着的是万象坊 但被竞选抹出之后 也就无人得知上面画的究竟是什么 这里我觉得凤妍在故意帮他们解围 因为他写着看画卷的动作 让的消息也看到了 这画卷其实已经面目全非 所以他知道自己一顿胡说 也没有人会知道 这才躲过了一劫 女友不给力 小记的事情也就先到这里 无论是虚家还是成家 都没有得到收获 现在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 应该安顿竞选 且不说能够探究到入导的秘密 单凭实力 谁家能够拉拢竞选 这次亮道 也就他们家说的算了 动画中成家比较直来直往 处处刁难竞选 而徐家虽然没开眼笑 但这老婆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既则骂了成家的无礼 也逼迫了竞选 必须交代自己的来历 在选定住处上 徐成两家争执不断 竞选想要徒利发言 结果对方看了一眼之后 便不再理会自己 感觉这也是一个大侄女 初导仪式瞒着横老 现在倒是想起了横老的规矩 徒利这次可是把竞选切得不轻 加上他还和肖戒窃窃窃私语 竞选也就断了心绪 都说关心则乱 说的就是竞选 只要事情和徒利有关 他都容易露出把柄 只可惜现在丽娘还不知道 他就是小时候的他 现在还尽事淡淡的 与徒利想着出打的事情 本集最后竞选一句够了 平息了众多议论 最后提出要在一个人际罕至 环境清幽的地方居住 而岛上唯有横水居符合他的要求 感觉下一集凤年还要替竞选打原场 亲自扮演一番横老的角色 大家觉得大结局他们能够出导吗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